今天我们来看一下这个Aircooler的版 这个版的问题是它开电 然后它自动管机 我们来先上电看一下是不是这样的问题 OK 我们上电 这个是开机 OK 自动断电了 又自动启动 什么就是这一个问题 我们先断电 OK 这个电压偏低我们要确定一下 究竟是这一个版有问题 或者是显示版有问题 OK 我们需要加一个5V 这个灯在这一边 这个是一个output 把它检查一下 这一个 positive and negative 究竟它的5V 稳不稳定 OK 我们来上电检查一下 OK 我们来上电检查一下 OK 上电 这个灯已经亮了 我们看5V 它的电稳不稳定 万用表 打到20V 直流电压档 直流电压档 这个5.03V 5V是稳定的 这样的意思 这样的意思就是代表 这个 开关电源 这个板是没有问题的 有问题是这个显示板 OK 我们先断电 我们来检查一下这个板 哦 拦电压档 5-10% 滑urch 5-10% 1-10% 5-1% 5-12% 4-12% 5-14% 6-8% 6-16% 5-13% 6-15% 7-15% ok 这边有写哦 这个是100V发16伏的 这边也是一样哦 100V发16伏 这一颗也是一样 ok 我们来检测一下这个电容 看有没有问题哦 先放电 好 好 一把牛蒜 的叉咚 一把牛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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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用来 para麦克尼 带出去 100W VLOG是1.2巴仙 感觉这个是没有问题的 这个VLOG比较小哦 也是属于100WV 我们直接采用替换方式来更换这两个电容 这个也是一样 这个是100WV50V的 这个耐压值更加大 我们来检查一下 OK 100WV50V 这个也没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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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它在这里 这个也没问题 这个也没有关系 这个也没问题 这个也没问题 我们要再一次上电来看看 看看这个板正常不正常 上电 感觉上好像已经是正常了 还是不行 还是不行 我们调一个5V单独给显示板供电 蓝色的线就是negative 中色的线就是positive 上电 这个问题是单片机损坏了 单片机程序错乱了 所以导致这个问题 只能够通过更换显示板 才能解决这个问题 感谢你的收看 我们下一个影片再见 我们下一个影片 再见 我们下一个影片 请不吝点赞